大門全打開 人潮湧進百貨公司 即便外面還在刮風下雨 但交不惜民眾 搶載百貨公司週年慶首日 要來購物的熱情 只是想說拿萬元再來買而已 優惠本來就知道了 它就是有他們專屬的 週年慶的優惠 現在有那個限量50組 然後可以滿2000送1000的 那個抵用券可以拿 週年慶第一天又遇到 颱風架每個專櫃都擠滿人 就是為了要搶超級優惠 人潮擠得滿滿滿 在化妝品櫃位前 還圍起紅龍引導排隊 好多民眾都是看準檔期 要來囤貨 幫老婆買一些簡單的化妝品 週年慶應該會有一些優惠 對啊 而且好像剛剛有拿到 有排到的禮券 好像還可以 還可以折離一些東西吧 想要補貨保養品 然後想說趁週年慶 檔期來買的時候比較划算 百貨業者則是說 颱風來攪局 雖然取消了原本計畫的 週年慶造勢活動 不過這次預計 首日業績還是會成長 百分之零點七 目標將達到二十點六億 這一次的檔期可以幫對比的話 我們希望是可以做八個percent到雙位數以上的成長 去做挑戰跟努力這樣 其他也在三號開跑中年慶活動的百貨 像是紅繪廣場也正常開放 環球購物中心則是預估人潮會成長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而101則是不向二號停業一天 購物中心照常開放 看來風雨還是不影響民眾要出門購物的心 東三台新聞網站紅將軍 台北採訪報導